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算数 平均数 a1到an之间相乘再开n次方根 这个东西叫做集合平均数 我们用大gn来表示 为了讨论一般的情况 先来考虑n等于2的情况是很合适的 所谓n等于2的情况实际上就是 a1加上a2除以2 它要大于等于a1乘a2开更好 这件事情为什么是对的呢 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就是你要证明左边大于等于右边 只要去考虑左边减去右边 看它是不是大于等于0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的想法形成简单 就是把左边减去右边 这个左边减去右边稍微整理一下 把二分之一提出来 你可以得到a1加a2减去两倍的根号a1a2 注意括号里面现在有三项 其中a1你可以看成是根号a1的平方 a2你可以看成是根号a2的平方 而2乘上根号a1a2 你可以拆成是a1开根号乘上a2开根号 所以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以前学弱的 差的平方公式 也就是a1开根号减去a2开根号的平方 因为平方数一定大于等于0 所以你可以得到两次相减的结果 必定大于等于0 你就证明了n等于2的case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手法 而另外一个比较具有几何性的想法 是这样子的 给大家参考一下 现在你的a1a2都是大于0的数字 所以我们就把a1a2的数字量化 画成线段的长度 画在图上 这个a1与a2合在一起 所形成的这个线段 当作是一个圆的直径 把圆的轮廓给画出来 那么这时我们可以发现 图上的这个蓝色的线段 经由计算 它的答案会等于是根号a1乘a2 至于具体的理由是什么 可以让同学们回去思考 它跟母子相似性质有关 至于算数平均数 a1加a2除以2在哪里呢 显然它会是这个圆的半径 所以如果我们把半径画出来的时候 绿色的线段就叫做a1加a2除以2 也就是它们的算数平均 显然绿色的长度 一定大于等于蓝色线段的长度 所以n等于2的情况 利用这个几何的图像 也可以发现到它是显然的 接下来正式来看 算计不等式的证明 接下来要讨论的方法1到方法3 全部都要使用数据规纳法 实际上数据规纳法是一个 证明跟正整数有关命题的一个 强而有力的工具 而这个规纳法的前面的步骤 是相当明确的 当n等于2的情况 我们已经验证过了嘛 接下来我们要假设n等于k的时候 命题成立 那方法1到方法3都需要这个假设 所以我都不写了 真正重要的就是在n等于k加1的时候 该如何做推导 其中这里的推导呢 我们必须要用到n等于k的时候的假设 好我们来看一下方法1 这边我们不是一般性 假设a1大于等于a2 点点点大于等于ak加1 这样做是合理的 尽管原本的a1到ak加1之间 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大小先后 那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呢 简单来讲 就是你把它做一个整体的排序嘛 原本如果没有按照这个排序来放的话 那你就把它最大的像叫做a1 次大的像叫a2 最小的像叫ak加1 这样就可以了 至于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 等一下我们会用到 好 现在来看一下ak加1 透过简单的扩分 我们可以发现到 它会等于是上面的这串式子 而这串式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大ak加1它等于是k加1个正数相加 再除以k加1 除以k加1 记得前面还有一个乘以k加1嘛 所以它就可以写成 a1加a2点点到ak加1 减去大ak加1之后 整个除以k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串式子如何做整理 注意我们把一些像圈起来 用橘色荧光笔来表示 这一项分别为 小a1 小ak加1 负的大ak加1 把这三项合并在一起 用一个括号圈起来 那么上面的这个 没有被圈到的部分 就只剩下k减1项嘛 那这k减1项呢 分别为a2 a3到ak 这时你发现到这个分式 分母为k 分子的部分是 k个数字相加 现在我们可以使用到 归纳法假设了 利用归纳法假设 我们可以发现到 它会大于等于 这些东西相乘 整个开k次方根 接下来我们考虑把 不等式的两边 同时做k次方 你会得到 ak加1的k次方 大于等于后面那一串 再来两边在同时乘上 大ak加1 你可以得到这一坨式子 其中不等式的后方 也有大写的ak加1 这里可以注意 接下来我们为了要去证明 算计不等式 我们希望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希望 后面这一串 要大于等于 a1乘上ak加1 为什么 如果说这一串 大于等于 a1乘ak加1的话 那么整体 你可以看一下 整体也就是 蓝色影工笔的部分 它实际上就是 k加1项的正数相乘 而这个东西 它就是 集合平均数的 k加1次方嘛 正因为你有了 ak加1的k加1次方 大于等于 gk加1的k加1次方 两边开方之后 你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结果了 所以剩下的问题 就只在于说 橘色的部分 到底为什么是成立的 也就是说 橘色底线 它为什么会 大于等于 a1乘上ak加1呢 具体的理由 我们用一个 小框框来做书写 现在呢 我们为了证明 橘色的部分 大于等于 a1乘ak加1 我们把它做相减 相减的这个过程呢 我们可以 透过简单的分配率 发现它就是 两坨式子相乘 这两坨式子分别为 小a1减掉大ak加1 以及大ak加1 减掉小ak加1 其中 这个括号的前面 是 小a1减掉大ak加1嘛 诶 注意一下 我们一开始有假设 a1是最大的嘛 既然a1是最大的 它一定就比 平均数还大嘛 因为大ak加1是 算数平均数 所以你会发现到 它会是 大于等于0的 同道理 小ak加1 它是全部的数当中 最小的 最小的数字 它一定会小于等于 算数平均数 所以后面的相减 也会大于等于0 两坨大于等于0的数字 相乘 它必定大于等于0 所以你就证明了 我们要的橘色的算式 也就是证明了 算计不等式 现在来看第二个证明 第二个证明 一样是规纳法 这边我们考虑 ak加1乘上k加1 那你可以发现到 分母的地方 可以跟k加1消掉 可以变成 a1加a2 一直加到ak加1 我们可以考虑 加一些项 减一些项 你可以发现 它会等于 上面的这一条式子 其中它加上了 k-1个gk加1 因为你加上了 k-1个gk加1 那么你必须要把 这k-1个gk加1 给减掉 这样等式才会成立 接下来 我们考虑做一个括号 把中间 小ak加1 以及中间的 正的 k-1个gk加1 给刮起来 那么你就可以发现到 首先 前面会有 k个数字相加 正因为有 k个数字相加 我们可以考虑 使用贵纳假设 也就是 算计不等式的 贵纳假设 可以得到 橘色这条不等式 再来我们考虑 括号中 k个数字相加 这k个数字相加呢 同样道理 可以使用 算计不等式 可以得到 它会大于等于 下面这条 蓝色的算式 后面的部分 直接造钞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算式当中 前面两项 前面两项 我们可以考虑使用 算计不等式 n等于2的情况 两个数字相加 它必定会大于等于 两倍两个数字相乘 开根号 所以它会大于等于 这一坨式子 后面的k-1 乘上gk加1 照钞 接下来 我们看到 这里有一些根号 然后根号里面 有k次方根 看起来很复杂 所以我们可以把 根号的内容物 直接相乘在一起 变成2k次方根 看起来会比较舒服 所以整理一下 我们可以得到 下面这个式子 后面的 -k-1乘上gk加1 照钞 你注意到了吗 里面有一坨东西 是 小a1 小a2 一直到 小ak加1 这k加1的东西 相乘起来是什么呢 它是 结合平均数的结果 的 k加1次方 所以 你可以发现到 等一下 这整坨根号里面的东西 或许可以做整理 同样的 后面的照钞 我们来整理一下 根号里面的内容物吧 里面除了有 gk加1的k加1次方外 也有gk加1的k-1次方 结果会是 gk加1的2k次方 但是因为有一个 2k的开方码 所以刚好会抵消 你就可以得到 2k乘上gk加1 后面仍然是 -k-1乘上gk加1 相减 你可以发现到 你会有k加1的gk加1 也就是说 你从ak加1的k加1倍 得到它会大于等于 gk加1的k加1倍 不等式的两边 同时约掉k加1之后 我们的算计不等式 就证明完毕 第三个证明 一样考虑数学更大法 我们来看一下 ak加1可以变成什么 首先把它表示成 2k分之1 括号 k加1乘上 ak加1 加上k-1乘上ak加1 接下来我们注意 前面的大ak加1 因为分母是k加1 k加1可以跟前面的k加1 消掉 所以剩下的内容是 a1 a2 到ak加1 而后面呢 小k-1乘上 ak加1 你可以把它拆成 很多个ak加1 那一共几个呢 一共k-1 好 我们可以考虑一件事情 现在 整个中括号里面 一共有2k个数字 相加 这2k个数字相加 前面有k个数字 后面有k个数字 那前面的k个数字 可以考虑使用 算计不等式的 这个证明过程当中的 归纳假设 你可以发现到 它会大于等于 橘色的这个部分 而后面 一样也有k个数字 相加 所以可以利用 归纳法假设 可以发现到 它会大于等于 蓝色的这个部分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的括号里面 这时候是 两个数字相加 两个数字相加的情况 我们可以考虑使用 算计不等式 n等于2的情形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整个不等式 就可以改写成 上面的这一个数字 在这个数字里面 我们注意到 当我们把 现在有的不等式 两边同时取 2k次方的话 你可以得到 ak加1的2k次方 会大于等于 小a1到小ak加1 相乘 乘上大ak加1的k减1次方 接着可以注意到 小a1到小ak加1 它们相乘后的结果 会是 gk加1的k加1次方 后面的 ak加1的k减1次方 照抄 所以你可以透过 约分 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的结果 也就是 ak加1 大于等于 gk加1 帮助